那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凯贤 跟我聊了一整天 就是聊了一个下午 请我喝茶 还有请我吃 好吃的 欢迎观看明人下午茶 那今天明人下午茶呢 约到谁来喝茶呢 就是因为我认识很多很多年的一位好朋友 他现在是一个得奖无数的大厨 刘凯贤 大家好 那我跟凯贤认识了 算一算应该是有十多年吧 十五年了 对 时间过得真快 可是我们还很年轻 那个时候我还是刚出道 那凯贤那个时候已经是当厨师了 那个时候还是还小了 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 对对对 过后为什么你会到今天一路坚持 可以在厨师这个行业这样久 因为我本人就做了这行 做了二十六年 我九十三年开始进行了 那是十多岁而已 十多岁啊 十五岁啊 十多岁就开始在厨师这个行业 是吧 因为对这行业有兴趣啊 喜欢煮博 喜欢研究菜市 对 然后在当中有时也觉得这个行业会很辛苦 也是尝试说改行 但是做了第二行也是觉得不适合 也是走回来做厨房 改行那个时候是什么东西影响到你想放弃啊还是怎么样 因为有时 压力 压力不会压力啦 是想认识到不好的师傅啊感觉 有点心灰意冷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就想改行 改行想换下别的新的环境 对对对 那还好你也坚持到今天 因为我所知认识你这样久的时候 你有去过新加坡一段时间 有去新加坡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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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05年的时候过去啦 05年 那时候应该是二十多岁了 已经二十多岁了 那是28岁 28岁 就去新加坡多久了 去三年 去三年 去三年过后然后就 回来KL的时候就自开店了 开店 但是我在新加坡就认识到个师傅 他是不错啦 他教的我很多 管理啊 煮啊 还有 他也叫我去参加比赛啊 当厨师也不简单耶 不是只是单单你要会选菜买菜 对 还要管 还要学管理耶 我想了解的就是 除了管理厨房以内 厨房以外的也必须要去管理吗 嗯 以外也是要啊 楼面的 他们的服务啊 做得不好啊 我们也是要去看 你也是要去看 行政 我们行政也是要 行政 行政也是要做 这样你回 你在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 就自己开了一间店嘛 就在康勒 康勒 桂林海鲜饭店 桂林海鲜饭店 就在康勒 那个巴萨马拉的那一边嘛 对不对 那当时你自己开的时候 然后菜啊还是怎么样 你都会是自己亲自去选啊 还是采购还是怎么样 开始的时候有啦 自己去采购 然后过后久了过后 就认识了人 他们 预定啊 预定来 然后那个时候是 我记得是2008年是 经济风暴的时候 经济风暴的时候 很多人叫我不要开 然后我就坚持下去 想 经济再不好 人家也是要吃嘛 对对对对 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做得好 肯定会有人来支持你 对对对对对 你有那颗坚持的心啊 这个是很重要 那个时候你开的时候 有什么概念去开吗 我的概念是 因为我一路来是去学 我什么菜都学过啦 月菜为主第一 我学是学月菜 宫东菜 宫东菜 然后潮州菜我也是有学过 附近菜是我妈妈教的 客家菜也是我妈教的 因为妈妈是客家人嘛 但煮的菜也是不错的 遗传到妈妈 还有马来餐我也学过 也做过 你除了什么餐没有学过 泰国餐我也做过 就讲我们做厨的 就是在什么菜都要去学 现在穿菜我去学 穿菜就是以辣为主 对 穿菜我是在进这两年去学的 有去学有去交流 就把这些菜去融合起来 这样去研究新菜 以我所知道就是凯欣现在 有跟一般朋友就是一些 团队啊 他们也会到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国家去研讨啊 就是交流 交流各国的美食 这样子对吗 我每年的威蜀国 大多数去广州和香港去交流 因为都是亚洲 就是华人的地方 就是以华人的食谱为主 就是交流各国 就是他们那边的口味 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口味 这样吧 去看这些新东西 去学习 真的是人要不停的进步 要不停的学习 这个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当初你开了第一家 就是在康乐桂林 现在已经有另外一间酒家 就在福宗文兴楼 现在你主要都是在福宗文兴楼那里 在福宗文兴楼那里 这个文兴楼我看 做到这个2020年3月 我也是要关掉了 换名 是关掉还是 换名字 没有关掉就是把名字换掉 因为这间店是以前我们 顶过来的时候 也是没有换名字 就是想重新重整 重新出发 那文兴楼你大概经营了多久了 就是你顶过来的时候 在这里五年 已经有五年了 就是一五年到现在都蛮长时间了 这个时间过得真快 文兴楼主厨没有换掉 只是把名字换掉而已 以我所知道你有很多很多 就是自己自创的一些菜 你有什么特别想介绍给我们的文兴楼 有个鸡饭 鸡饭 文兴鸡饭 马草鸡 马草鸡 我知道鸡 鸡就是鸡 这么为什么会是马草鸡 要讲正确一点 不然大家会 叫错 叫错 会引人误会 马草鸡是什么特别 是马草的 就是马吃的草 对啊 所以这个 不是吃一般的 鸡饭 鸡饭也是有吃的 但是它有馋这个马草 去味它 哦 所以它的肉 会比较甜 哦 就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这里的黑毛猪 会比较出名 西班牙黑毛猪白骨 猪不是白色的吗 什么猪是黑色的呢 黑毛猪 那个猪的皮肤是肉色 白色 黑色 也是黑色的 就是那只猪都是黑色 由头到尾都是黑色 那个不是山猪吗 不是野猪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野猪 那个是灰色的野猪 哦野猪是灰色的 真是 西班牙 有一种猪是黑色 马来西亚也是有 日本也是有 韩国也有 中国也有 但是西班牙的特别好吃 西班牙黑毛猪 它这个猪是有什么特别 好像羊 羊牛 羊牛 这么养 不是关在一个笼里面 然后给它吃那个 吃了 没有 吃了没有 我们放出来 吃草 哦 那个猪是吃草 吃果 吃果子 它是吃橄榄果 橄榄果 对 橄榄果 所以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吧 很嫩这个 又香 很嫩很香 因为可能它吃那个果的 对 对 所以它的肉还有它的价格 也是不一般的对吧 跟B7 就是我们外面买的猪 应该是 贵很多 贵很多 我们平时这里 一倍一倍啊 一倍多的价钱 我们这里 巴萨买的猪肉啊 一公斤应该是25块吧 嗯 那黑毛猪一公斤要大概50 50 看是什么肉啊 看 看部分了 看部分啊 台股是50 花肉就80 一公斤那一本 就是那个黑毛猪 就是每一个部分 它的不一样价格 不一样 值得来品尝的就是这个黑毛猪 是 而且在这里吃 不会很贵 这个可以放心啊 都是以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的价格 来 出售对吧 嗯 还有什么特别特别 就是想介绍的吗 最近我推出一个叫什么 那个黑蒜汤 黑蒜汤 等下我会请你喝这个汤 有花椒 有花椒 可以养颜美容 对啊 美美的 还有我这里的鲍鱼 那个南肥干鲍 也是很好卖的 南肥干鲍鱼 哇 这个这是 这个今天没有准备 今天 这个要预定了 这个卖完了 这个要预定了 一定啊 一定啊 还有我平时做那个龙胆 龙 很大 我平时做的一条 大概是最大的啦 是280多公斤 280多公斤 是有几大个 几大个啊 我才 我才 我不大50公斤 五个 五个半年 想想一下 我这个尺寸 才40多 接近50公斤 那个是200多公斤 可能想的只是 抱不完应该是可以抱着睡觉的整只龙 这个鱼 我时常来的 就是 很多顾客会找我这个龙胆 有时 那个鱼船都没收到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打扰我 控制你啊 看我要不要药的话我就拿了 而且我知道这些比较大只的鱼 每一个鱼的部分 都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料理的 对吗 这个鱼啊 从鱼头到鱼尾 鱼鳞 都是 可以用来煮 鱼鳞 鱼鳞 就是它皮的一片片那个也可以吃 对啊 做鱼鳞啊 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吃 一个人可以吃几杯 那个鱼鳞可以做鱼鳞哦 是啊 很好吃 下次我做给你吃 有的时候要通知我 也是可以美美的 是吗 是了 对 好凯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继续对这个餐饮业 有什么方向还是概念什么 这样子 就讲我们即将是会发明 就会找新股东 像我们的方向是这样 以后也希望有人投资 我们会做一个集团 你对于马来西亚整个大环境的餐饮业 你有什么看法 还是有什么忠告 还是要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因为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华人的人口也是 讲多不多 700多万人口 然后就分散了很多 才230% 对啊 我们做餐饮呢 就也是也靠很多 是外国 比如讲香港啊 中国 台湾的顾客 会比较多 我希望我们可以融化做 跟马来人 就是可以就是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就是我们一起融合在一起 就是由我们马来西亚的特色菜出来 不是不一定就是参考国外的 这样子对吗 不是啊 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呢 我们的美食这一方面呢 在世界里面呢 也是算还不错的地位 在马来西亚厨师啊 尤其是我们中餐厨师啊 很吃香啊 因为我们会煮中菜 马来菜 印度菜 印度菜也会啊 咖喱我们会啊 还有这个泰式 我们也会 我认识很多中国的朋友 尤其是广州 他们都会来我这里 学习 参考 参考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就是一些特别的 特别之处 所以我们很多 我看了很多朋友 他们去到外国 做厨师的话 他们的工资都不会少过 其他国家的 其实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呢 就是应该各厨师团结起来 把更多佳肴美食 介绍给外国 对 那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凯贤呢 跟我聊了一整天 就是聊了一个下午 请我喝茶 然后还有请我吃好吃的鸡饭 是啊 有做鸡饭 黑毛猪 黑毛猪 还有蒜汤 谢谢凯贤 谢谢 这个服务20多年了 服务20多年 还要继续服务 再下去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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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